大家好,我是猫叔 今天分享一道猪猴牛排 原料以及猪猴酱的配方 会在视频的结尾 以文字的形式和大家分享 锅里倒入适量的清水 把所有的原料 倒入锅里 开蒙火 煮开焯水 焯水取出 洗净捞出备用 空锅不放油 食材入锅炒干水分 开蒙火蘸酒去腥 把酒炒干 捞出备用 起锅烧油 料头入锅 小火煸香 放入两勺蜜汁的猪猴酱 小火炒出香味 再把所有原料 倒入锅炒出香味 倒入清水 和牛排持平 转入汤锅慢炖 盖上盖子 用文武火炖15分钟 15分钟后 打开盖子 改用小火 慢炖2小时 2小时后 牛排吸收的酱汁 水分减少 揭开锅盖 放入切好的萝卜 入适量的开水 和萝卜持平 用文武火把酱汁收干 酱汁收干时萝卜刚刚好 猪猴牛排制作完成 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 请帮忙点赞评论加转发 请不吝点赞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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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讨论